香港地產四大家族之一的鄭氏家族 《新世界發展》9月25日宣布 無償捐地300萬平方呎農地 另一四大家族恆基兆業地產亦表示要捐地 李兆基家族的恆基地產回應指出 過往也曾捐地興建安老院舍、青年院舍 以及提供單位作為過度性房屋 恆基地產說樂意和政府初商 積極協助增加房屋供應 照顧不同屆層的需要 日前恆隆集團董事長陳啟忠 借集團發表中期報告之際 出人意表感嚴厲批評港府犯下嚴重失誤 李啟宗在中期報告 提到近期在香港街頭的社會動盪 起因是因為香港本身的不知政策 認為香港政府犯下一個嚴重的政治失誤 他認為如果北京和香港政府 能夠明知地應對局勢 應該能夠避免這種情況 早前中共政法委和黨媒體 在批評李嘉誠的文章中毫不掩飾地向香港大地產商指示一條路 說釋放最大善意 配合政府交出團地 就是對年輕人的網開一面 分析指香港的地產龍頭之中 恆隆老闆陳啟忠一直被視作為親共的紅頂商人 應該是中共釋放最大善意的最佳人選 但是這次的捐地表態 陳啟忠不僅不願意做出頭料 還出人意料地指責中共和港府不明智 李嘉誠旗下的場實發言人指出 農地作為房屋發展完成需時 可能要較長的時間才能令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會就這方面作出研究 發言人說 一直以來 李嘉誠基金會和場實也有以捐款方式 直接支持不同的社會公益項目 對於捐地 李嘉誠明確表態不跟進 長和系創辦人李嘉誠 捐款總額超過250億元 其中在香港已經捐出67億 捐款主要項目 包括慈山寺和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和香港科技大學建立的 全港首個合成生物學研究院 此外 李嘉誠也捐款關愛基金 香港人愛香港集思公益計劃 和醫管局 以及港大和中大醫學院合作推出的 愛能助醫療計劃 和香港中文大學 理工大學 以及公開大學的教育項目等 主題節目 新聞資訊自由地費形象自由 即公開 aua 海